你有实质影响力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从这件事情来讲 这个钱康平他现在每天爆一点 每天爆一点 说实在的啦 你看其实他那天讲一位 他说讲一位 他没有指明到姓 他当天他只是说 某一位先生 就是我们市长的好友 那为什么李仲廷要 直接去说发出五点声明 对不对 他干嘛急着找邪川呢 他干嘛对他入座 就已经就是 李仲廷知道嘛 你就在讲我嘛 那现在虽然已经呼之欲出了 那李仲廷实际上是可以告 钱康平啊 你侮辱我啊 对不对 你侮辱市政府啊 为什么都没有动作 所以其实在前面的五项 那个李仲廷的五点声明 就讲说我有跟钱康平 他已经证实嘛 有讨论跨领晚会的事 对 只是说请教他什么音乐啊 什么的 但是表示这个事实是存在的嘛 李仲廷自己承认嘛 对 那只是说你这样的事实 你有没有借世界端的去施压 或者是把这个钱康平给赶走 然后自己主导 那目前看起来 钱康平是这样指控哦 那我觉得接下来的确这个东西 就让这个事情已经越来越水落石出了嘛 好 从钱康平的这个爆料论文可以看出呢 高宏安竟然是架空自己的局处首长嘛 那他为什么会去放任男友来办这个市府的重要活动呢 郭东哥 我们看到这过程当中 看出有哪些违法的市政呢 中家这里面牵扯到两个问题 我们不能光只是追究说 哎呦 男朋友干政啦 后宫干政 我一再讲到那是属于行政伦理规范 连政署跟政风处你去查 他有没有违反行政伦理规范 但是今天脸书已经讲出这么明确的事实了 李中廷已经涉及到两个犯罪情节的 第一个借视借端 胁迫公务人员 你借他去喝咖啡 要他做这个事 要他不要做那个事 借视借端 你借谁的事 还有那个录音档威胁公务员 第二个设案的情节是 你跟赞助的厂商有没有齐约 然后钱康明挡住了 挡人财路了 你跟人家齐约好 要怎么样怎么样啊 结果他今天脸书讲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中家我们必须要讨论的 很重要很重要 我们今天才知道蔡立卿副事长 为什么被请辞嘛 真相大白嘛 蔡立卿跟钱康明有去见了某人 对啦 今天讲出来了 副事长跟他去见了某人 然后这个某人 这件事情没有跟高宏安报告 有人去问高宏安 高宏安一问三不知 非常尴尬也生气 所以李中庭 把钱康明找出来 你们为什么去见那个人 这个情节真相大白 就是说李中龙是不是觉得东窗事发 因为被钱康明跟蔡立卿副事长知道了什么 然后又去问了什么之类的 因为这个人一定很重要 高宏安怎么不会不知道这件事情 副事长跟钱康明去见他 对 见他去干什么 一定是跨年软会赞助的事情 不然你去见这个人干嘛 对 今天把这个真相大白 为什么不是只有文化局局长被请职 副事长被请职 我们当时搞不清为什么副事长被请职 今天说出来 原来是你们两个去见那一个人 我现在比较好奇 那个人是谁 对 他的力量有多大 对 高宏安为什么不知道说 副事长跟钱康明 你们去见那个人 结果我不知道 这利益关系就像 刚刚中将你问了一句话 跨年晚会的利益 这个饼有多大 利益有多大 可是你要看 今天高宏安引爆这件事情 他的导火线就在跨年晚会 我们看钱康明写了几天的脸书 就是跨年晚会 叫拨扎起来 如果没有办跨年晚会的话 可能我们都还不知道 新竹市高宏安的事情 这么复杂这么多 为什么呢 我简单解释 跨年晚会本来是交给 城市行销处举办的 城市行销处就规划出来 规划出350万的预算 高宏安一看说不合理 办一个跨年晚会350万不合理 叫他们重新领 把文化局也找来 所以才会编列了1700万 这么大的一个预算 然后追加350万的预算 放在这里面 可是最主要还是要去外面 民间去募款 找厂商赞助 他们一定以前都知道 因为为什么找李中廷 因为李中廷他讲 李中廷有办过造势 当时选举的时候造势 由李中廷在筹办 你民间 新竹市建商这么多 科技业这么多 你去募款那个钱一定很多 那你这个交给文化局 钱康明一个人去处理 能处理吗 这么大一笔的经费 这么大的预算 尤其牵扯到这么多的建商关系 当然是要李中廷去 他自己人去处理 魔鬼就在这个细节嘛 还是因为觉得让文化局去处理 还不如让李中廷来处理 所以钱康明 我勸钱康明 你也是个文化人 你要写就写清楚一点 不要让大家再来猜 每天再来猜你写 这当中的油水 我今天把他破解了 几件比较重要 第一个 蔡立青为什么会被请职 原来是你跟钱康明去见哪个人 那个人 我相信一定是相当大咖的 跟高宏安关系一定是好 那李中廷跟高宏安是不是觉得 被知道了 还是怎么样 那怎么会没有跟市长报告呢 而且李中廷是很不礼貌的 质问钱康明 对啊 你们为什么去见他 本来这个应该是在高宏安 自己应该要处理的事情 尤其这是一块大饼嘛 结果你交给你钱康明 钱康明今天脸书讲说 六月的A货子 是李中廷拿给他 超级烂 问题不是在超级烂 钱康明是要拿这个去弄钱嘛 他根本在弄不烂 不是要你真的做得这么细节 要靠这个东西去募款的啦 你不要管他烂不烂 这个东西就是拿 叫你拿去给建商 文化人要看那活动的内容 但是李中廷可能在意的事 可以跟厂商 然后预算 备了多少预算 那人家李中廷给你的时候 这份就是叫你去拿钱嘛 那建商一个人拿下来不是几百万几百万 怎么可能三百五十万 办一个康明晚会 这个钱康明所想跟李中廷所想完全不一样 那公安最疑蠢的就是你不能推给青竹县的杨文科 杨文科最近才为他们的工程处长家里被收出一千多万缠在排水管里面 那个天坑 青竹市的天坑 才在那里头伤满脸豆花 你现在又把这个炸弹又要丢给杨文科 杨文科怎么敢接啊 这接下去的话 有多少好处多少 可以搞不清楚的 这些关系 都整个引爆起来 因为到今天我们看起来 文化局李中廷到底干涉你文化局有哪干证 有干到哪些证 是人事的证 还是你事务上的事情 只有这个你现在引爆出来 只有这个案子嘛 那这个案子为什么不太帅 因为高宏安这是他上任的第一场跨年晚会 他一定要搞得轰轰烈烈的 而且一定要募款募得很精彩 然后李中廷去弄的话 那个杖就可以不清楚楚了 谁也搞不清楚 因为那不是你文化局编的啊 整个米杆 我们就看哇 怎么一个这个案子你会搞成这样子 而且我还真的对高宏安真的另眼相看 他昨天在北夜侃侃而谈 面不改色 这个没有一点底的话 早就躲给记者追了 早就请律师代打了 他可以这样的坎坎而谈 说我要虚心检讨 尤其是人事上的 当事人的心理感情我们要注意到 哇真是了不起 他怎么可以这样子 脸不红气不喘 对自己引爆的这个核弹啊 跟他动作没这些事情要虚心检讨 我说那这样下去不得了啦 因为现在检察官现在混乱 我刚刚为什么讲这么细节给检察官 你不要再以为这是后宫干政行政问题嘛 现在已经是情节犯罪情节已经升高起来了 他今天脸书已经透露出说是借势借端在这里胁迫我 那你这个还不争扮吗 是的确 郭东哥所提到的很多的关键 这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上下其手呢 在这个部分一川兄你带过公务单位 这个背后可能是怎么样的玩法呢 这个我们讲说市政府有这种连政采购 或者是工程的这种各式各样的这种弊案 我跟你讲没有一个市长会去管那么细的 每个人的业务都很多嘛 每个局处为了自己的业务 去拜访人去讨论事情 这个都很正常啦 但是这一个我要强调一次 这一个是高宏安他在玩一个游戏 就是说他不是我的同住家人 所以在法律上呢你抹不到他 但是今天钱康敏的这一个文字里头 假设钱康敏讲的全部都是真的 这个文字里头就往上上升到高宏安了嘛 你说第一题 第一个他说你跟Jack讨论一下 选举时他办过肇事晚会他有经验 这句话我还OK 就是说你不能办下去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Jack的 只是讨论一下可以啦 你去问他看这要怎么办 这个没有问题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说我在市长上楼时告诉市长 看连Jack一直都没有跟我回复 市长说你让Jack处理 这句话就有事了啦 对啦有事了啦 你怎么会让Jack处理呢 你觉得好像这个事情已经在Jack手上了 然后这个钱康敏也问不到了 现在进度怎么样 所以这钱康敏很急嘛 他跟自己够了 他也找到问新竹县的处长 那个交通旅游处的处长 他有到处问啦对不对 问那个处长 处长说上面没有交代 就是说阳文科也没有跟他说这个 所以那个新竹县处长莫名其妙 也不知道这个钱康敏在说什么 后来把那什么六页的丢给那个 那个新竹县的新竹县就说就这样 你们办法当这么草率 你们就这样这几页 那几页很简单 那几页在最后关键那一页 最后关键那一页叫做预算 预算就可能是17350 差1450对不对 差1450预计 找20家厂商 20家赞助单位 每一家赞助多少钱 这就是国动哥 那本六页处 说这我们創好了 这我们市長也看过了 因为你看这最后一页 现在就差这些钱 等会不然拜托你看 丐富一百 我们高兴用文化基金会 用什么会来跟你和销 我跟你讲 这件事情对全甘民来说 他不处回 他不处回 他会均匀 他会均匀 第一桌一定均匀 蔡立新可能也会均匀 蔡立新如果看来说 买这人要去跟他投资 跑去电子业工的董事长 你帮我捐这个 蔡立新是高检署检察官 对啊他检察官出身的 对蔡立新来说 要没款很简单 法公文器 对不对 法公文器 你买来 不够会卖 蔡立新站在高检署检察官 来做户企定的日程 他怎么可能 跟着全甘民两个人 拿起码书去做一个 心想说 拜托你挟我一百万 不可能嘛 所以这些当然就造成 他们全部赶快溜了 所以你记得 蔡立新第一篇po文 叫做全身而退 安全下庄 因为他知道这个钱 再继续搞下去 他一定有事 所以他现在所有的 但是这里头有些文字 蔡立新因为现在 进入了深水区 我也要提醒蔡立新 你现在进入深水区 你这个里头写了 每一个字 警察官都会问你 警察官都会问你 你这后面是在说什么 你手上有什么东西 你要拿出来 因为这一条 检察官一定会进场了 来来这文元元 你怎么看 这整个过程当中 有闻到弊案的味道吗 我要先讲 新竹市现在没有副市长 但我要恭喜新竹市市民 你有两个市长 一个市长叫地上市长高宏 一个是地下市长 Jack或李仲廷 我不知道是谁 那再来你看一下 钱康明他其实 每个文字都可以 你知道知识量都很大 他里面讲到说 李仲廷跟他讲说 钱老师 谢谢你这段时间的帮忙 你在配合上 还是跟当时想的不一样 那我就要问 这个配合上是 跟高宏安在市政公务上 配合上跟当初不一样 还是跟李仲廷 在什么案子上配合的不一样 请康明很明显表达出 这个事情 但是现在大家看到 他不断的讲说 过去原本没有要办 然后不是新竹市政府主办 跨年晚会 现在变民间主办 还是有些事情可以追 怎么讲 他说新竹市跟新竹县市政府只支持行政作业 那我们还是要去问 民间自办 那新竹市跟新竹县政府到底有没有预算的编列 有没有任何一笔 我相信这个要去追 不管他有没有用到350万 你有编列的话 大家就会拿方大去检视 再来就是新竹市长 新竹县长你会不会上台 那难道你厂商都无偿让你上台 完全是民间这样自办吗 也可以来给你拍拍手啊 但我必须讲 我要先提醒一下洋文科县长 因为这种县市合办的时候 假设新竹市政府 这是真的没什么预算支出的话 那新竹县突然之边 这边支出很多预算的话 大家就变成去追一下 说新竹县政府你在干嘛 他们不是说轮半吗 合办 然后轮流举办场地吗 可能新竹县政府说 这次我这个负担的比较大 下次换新竹市 但过程当中有谈到什么东西 反而会烧到新竹县政府 所以这边先提醒一下洋文科县长 再来我要跟大家讲 李中提或杰克这个人细思极恐 大家以为民间办跨年演唱会是干嘛 他其实就在切割 为什么我说切割 你看他这个 钱康明老师他整个文字来讲说 洪安说就让杰克处理跨年晚会吧 然后杰克说跟钱康明说 就让我处理嘛 类似这样文字 如果今天是用公务预算办的话 请问一下李中提你何德何能 你是什么之文 不甘介入嘛 所以今天他把他经过一个晚上之后 他们说我们是要给民间办 所以如果今天是李中提去找了民间厂 办好这个晚会 完全没用到新竹市政府的钱 有没有违法 老实讲我觉得没有违法 但问题是违反常理嘛 就是说你一个新竹县市政府的跨年晚会 你怎么会找一个跟新竹市没有关系 没有公职人去跟民间厂商谈这些事情呢 你说没有违法 可是钱康明他要去议会报告被询 对啊 所以如果这个活动办得怎么样 出了事 是文化局长要负责 结果是有可能找李中提负责吗 不可能嘛 所以钱康明为什么一直去追 他就觉得说一定限制 议员一定会去追嘛 最后是钱康明要去背 最后我来讲 但是钱康明局长也不是省油的灯 好像大家太担心说他进入深水区 他讲话负责对不对 他一下告诉大家说 那个李中提打过来 然后我没有录音啊 但问题是行车记录期有没有录到 我不知道啦 再来他不是有一篇讲说 他的手机故障吗 一开始我会说哇 你那些讯息都被损毁了 那怎么办 后来他下一篇又说 虽然手机故障 但我讯息都保留着